你个吃力扒万的东西 你干了什么呀 妈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带你爸妈出去旅游 怎么不带我呀 妈 李方带他爸妈出去旅游 带您干嘛呀 再说了 您一会儿去了 那多尴尬呀 你别提他辩护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您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他偏心吃力扒万 妈 要论偏心 您才是行家吧 您忘了 当年您被我弟从家里赶出来的时候 是李方把您接到家里来的 给您养的老 可您是怎么做的 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您全往老二家拿 那李方叫您帮忙接下孩子 您都不乐意 我看这偏心啊 是被您写到脸上了吧 你 您说他吃力扒万 他送我岳父岳母出去旅游的钱 都不及我岳父岳母当年 救我于水火的百分之一 如果这都算吃力扒万的话 那我问你 我妹当年拿咱们家的钱往他婆家贴 这又算什么 哪能一样吗 那个是你亲妹妹啊 这样说了 你妹妹要是不拿这个钱 她老公就要跟她离婚 她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我妹往外拿钱 就是维护家庭关系 维护婚姻 那我媳妇往外拿钱 就成了吃力扒外 妈 您是武则天啊 所有的规矩都得您说了算啊 对 我就是武则天 就得我说了算 您是武则天 那您怎么不让我妹带您出去旅游 让我媳妇带您出去旅游 好啊 你个王八肚子 我可是你亲妈 妈 您扪心自问一下 您来到我们家这么多年 您做的哪些事情是让我们满意的 我媳妇带她父母出去玩这一趟 这本身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情 可您总是带着有色眼镜去想这件事 那这件事就会变得不普通 这家庭和睦 靠的是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的 您自己好好想想 我总让你一寸 又一寸 将我的心贯穿 又一份 又一份 爬出来一半 让我们保持同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